编曲 李宗盛 编曲 李宗盛 如果命运的排序 没安排我们的相遇 那掌心的吻也许无路可去 掌心从来两无际 烦心也暗虚 爱是泛然不同的天界 长在皮肤的命里 心动轨迹 得转心意 因为你 这几万一算一 这爱情是注定 一张一段一片一弹 都是你 一瓶一笑 一言一醒 都是梦境 这一杯喜 醉一起 唱声不息 美的舞 与伦彬 我才不要跟他强劲 你们都给我出去 童童都给我出去 出去出去 是 是 我 我不让你们管 你们走开 你们下去吧 是 玉璃啊 你这又怎么了这是 还不都是因为你 我又怎么了这是 你看你的婚事 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 你又闹什么呀 安排好什么呀 我要嫁给谁 你不是说你要嫁给云峰上神的吗 谁要嫁给云峰那个老道子啊 是你跟我说你要嫁入福云殿的吗 嫁入福云殿就是要嫁给云峰啊 我 我要嫁的是战神 战神 你可真敢想啊 怎么 我配不上吗 当然配不上嘛 你想想 不是我们也自家的威风 在这九重天上 谁敢拍着胸部说配得上战神 你说 我 我不管 我就是要嫁给战神 我若是嫁不了她的话 我一定可以一辈子都不嫁 玉米 天君的旨意已下 容不得你说不嫁就不嫁 我反正做不了她的妻子 她要是乐意的话 我可以做她的遗说 我 放松 过来过来 你听说了吗 怎么了 妖王已经把玉璃仙子许配给云峰上身了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真的 天明道已经同意这门亲事了 我可不得了 真的 这枪玉璃仙子许配给云峰上身了 是啊 枪玉璃 枪玉璃 大家个门过来吧 枪玉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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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你没事吧 小倫义官 你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吗 我原本是肩膀不能动 你给我这么一致 我整个胳膊都做不了了 是的 对不起 我 胡闹 你又怎么了 这云风尚神 哪里陪得上 玉璃仙子 这 这和你有关系吗 七阳医官 在下这伤就算了 你还是给我点灵药 我自己回去养着吧 好 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两个 这么多要我先吃哪一个呀 我有事要禀告天君 让我进去 天君说了 不见任何人 上臣请回吧 天君 天君 你好歹进去帮我们禀奏一声啊 上臣请回吧 你 你就会这一句话吗你 天君说了 不见任何人 天君 云风尚神走了 不要理他 我听说云风尚神不喜欢这门亲事 这几日到处闹着找人求情呢 这个云风 本君是赐婚 又不是赐罪 他求什么情啊 这 大约是不太满意玉璃仙子吧 哎呀 这个云风 无父无母 天尊又常年闭关 而且这点小事 也不能让他老人家老惦记在心上 既然药王开了口 那本君就赐了这门婚事 这个云风 浪荡了多少万年 该收书心了 天君圣名 找你的 战神乃六界兵主 掌管一切兵戎之事 天地初开至今已立四代 上古吃油 无足屡上 大地勾尘 无不是杀伐决断 性情豪爽之辈 没想到 这一代倒有不同 九尘战神 你既然敢冒天下大不韦救下他 就该替他着想 阿末现在体内磨器未除 不管神魔任何一方 找到他 都是在劫难逃 你身为战神不思己任 终日在此盘缓 一旦被人察觉顺藤摸瓜 找到此处这后果 你知道吗 你身为一族国师 身负重伤流入凡间 你自己的麻烦你心知肚明 你既知阿末的处境 就应该失去地离开 若有人因你找到此处 我是不会对你手软的 来 这你到底知道吗 我是个人 你过你 睿iban 天君给我赐婚了 何人 玉梨仙子 药王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你手上 师兄 我是受害者 而且是 药王亲自去找天君求的这门婚事 正真 自然是真的 而且这个玉梨仙子 打着师兄你的旗号 五次三番地去接近我 我以为 他是喜欢师兄你 所以对他放松了警惕 但是谁想到 他心机竟然这么深 他这是声东击西 觊觎于我 药王是个稳重的人 不会有这玉梨糊涛 莫非 你做了什么余归之举 没有 我喜欢谁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喜欢谁 清廖义官啊 师兄 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吧 这有什么可想 你不愿意 你就自己去找天君分辨 找我做事 天君要是理我的话 我找你干嘛呀 那你就去找师父 师父虽然懒得理你这些事情 但是 他不会眼看着你耽误旁人的 师兄 师兄 我有事要办 能有什么事啊 在这凡间无非是守着灵溪罢了 你我兄弟一场 你不能就这么不管我了呀 师兄 你现在是无心之人 虽然火精能蓄你生机 但是也应该宁神修炼呀 待灵溪年满十九岁 三节度满 那以后 漫长的岁月 你们不就可以相守了吗 你放开啊 我不 除非你和我去天公 随我去见师尊 我还有师要办 师兄 我就是想跟你 谢谢 嗯 哎 灵溪在坊间嫁人了 没有 哦 难怪你在这儿不肯走啊 确实是情况很复杂 看来 我得跟你回天公一趟 大婚在即 你没有时间准备 你又没有父母 师父又不爱理你这些事情 兄长如父 我得去剑药王一面了 我这些小事 就不劳师兄操心了 你这还忙着 我先走了 随时有事情可以喊我 阿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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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想什么呢 没什么 修大哥 你不是要买纸笔吗 书店在前面 你去吧 我去上宫了 我先送你吧 不用了 不差这几步 真的不用了 我自己可以 欲织一个月的工钱 孙大夫 我知道药铺最近在进新药 也不知方不方便 没什么不方便 拿给你 给 谢谢孙大夫 没出什么事吧 那我去忙了 好 今日阿墨领了工钱 特意买了酒肉 就当为二位剑行了 阿墨 你这是何意啊 二位公子在这里也住了一段时日了 宋公子 宋公子 你是一个有功名在身的人 家人都对你寄望颇高 早年便送你去了京城 希望能得个一官半职 继承家业 光宗耀祖 好 如今 眼看科举也越来越近了 镇上的许多橘子们 都已经进了京 你却还在此处逗留 宋伯伯 宋伯母若知晓 定会伤心的 修大哥 你当初是受了伤才到了这里 如今伤势大好 眼睛也好了 你当初说过 只是暂住不是久留 你在家中有田有产 又是官身 就算没有家人担忧 离开这么久 也是不妥的 阿墨 二位公子 阿墨 普柳之姿 无才无德 实在担不起二位的后代 这几日的照顾 多谢了 阿墨以茶代酒 祝愿你们一路顺丰 前程似锦 傻瓜 快吃个死 好 三位位公子 ster 狭律 姐 最助lia 超关键 梁西 三位公子 梁西 听听不懂 吃 mouve aunt 我师兄冒着天大的干系 冒着天大的危险 把他给救下来 又劳心劳力地 给他找好了住所 还不够身份地贴身去保护 他竟然把我师兄给赶出来了 是不是 太过分了 光赶出来还不算啊 他竟然敢一情别恋 他 喜欢上别人了 你说他是不是 他是不是狼心狗肺 气死我了 话也不能这么说 神尊不是说了吗 那个人也被赶出来了 灵溪心性单纯 对神尊又是一往情深 不会轻易改弦一张 变了心意的 只是小仙有些好奇 这感同神尊抢人 不知对方是何方甚甚啊 我原样看见一个背影 可以说是三短五粗 张头蜀木 很是猥琐 如何与我师兄相提并论呢 那是自然 神尊品貌非凡 风姿高雅 六界之中无人能定 即是一般凡人 能与其相比的呢 四宝 至今公法修习如何 神尊就别拿小仙开玩笑了 小仙自从飞升天宫以后 这功法修习一直停滞不前 就连天君都放弃小仙了 你就是这样不思进去 才会止步上仙 这几万年来毫无进展 天君不理你 你就当是美侍 没有 还有你 本尊怎么吩咐你的 要你收敛心神 潜心修习 你五万年前 就已经迈进上神之境 至今都是境界不稳 道心不肩 之前与仲昊等人较量 才会屡屡落入下风 是是是 师兄教训的是 每次说你都只会答应 有实际行动过吗 神族受罪漫长 是被你们这样拿来浪费消耗的吗 师兄 我也想好好休息啊 但是 我真不行 你看 师兄你法力高深 不会被情所扰 我就做不到这一点 自从天君给我赐婚之后 情都不理我了 上神 你不是自称自己是情场浪子 没有什么取悦不了的女仙吗 怎么这次束手无策呢 也不能说是束手无策 你看我师兄 万军之中厮杀出来之人 他自然明白一个道理 想要打胜仗 他不仅是靠勇武就行呢 所谓 料敌于先 谋算于钱 聚系详查 蓄力击世 情场如战场啊 道理方法都是一样的 这个 灵溪呢 她做了凡人之后 因为先天有缺险 导致她自卑 所以在感情方面 她可能就是很害怕 很胆小 她害怕去接触一段新的感情 就比如说 在打仗的时候 你遇到一股 人少兵弱的小股兵马 你进攻 她便防守 你攻得猛了 她就跑了 这是一个道理 说的有道理 那该如何 她虽弱小 但却善良 更爱帮助比她还要弱小的人 这样的女子想要接近她 还不容易吗 弱小 弱小 弹情说爱啊 不能坐而论道 更不能够每天绷着脸 是吧 我是打个比方 男子汉大丈夫 能屈能伸 如果你每天什么都不说的话 那什么音乐都跑了 总之八个字 胆大心性 嘴甜皮厚 自然能够无往而不利 让你们安排宝青公主劝降各玄兽组 有粤鱼了吧 竟然不能为我所用 杀 黑痴 是 安主 你给我安排宝青公主 义父 我去吧 你 你给我安分一点就可以 是 我去吧 你给我安排宝青公主 你给我安排宝青公主 导入葫芦青公主 是 是 人家 要不 他 我 是 安排宝青公主 啊 你 有这力气去见你那小情人吧 我就说你眼光好 一看就看上了个公主 乱臣贼子 等我出去 一个个把你们送到傅林渊去 永世不得超生 你贼 你还敢来 我送你最后一程 什么意思 给你带了些点心 吃点吧 死也要做个保死鬼 你们竟然敢杀我 我是杀林族的公主 你们就不怕给住酒族吗 反都已经造了 还怕杀你个公主吗 你要住谁的酒族 我吗 我没有酒族 至于我义父 早就提前让你们给住了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 我劝过你 我 我真的不想死 我害怕 我好害怕 你救救我好不好 我知道你不是坏人的 你跟他们都不一样 你是南极仙翁的弟子 你不是坏人 你救救我好不好 我求救你了 我不会再被你骗了 我不会再被你骗了 你不要走 你别走 你别走 你救救我 喂 喂 我不会再被你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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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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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宝京公主逃跑了 跑了 他是恩主最重要的棋子 抓活的 别伤了他 是 我跟他说的 他说的是 哪天啊 他说的 不如他要 许に使用 你这种 我一为 这种 我一为 闻 他 是 是 是 这种 是 是 是 啊 啊 还在呢 孙大夫 我出去一下 写好了 多谢您了 谢谢 你在这里做什么 谋生 赚钱 你不是当官的吗 家里有店铺 有房产 有良田 有仆人 用得着这样赚钱吗 出门在外 总有些不方便 你为什么不走啊 我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完成 不能走 先生 我要写信 阿牧 还有事吗 我要做生意了 大娘 您要写什么药 大娘 你要写什么药 给我儿子写 好的 一定是故意的 宋公子这个时候 应该已经到家了吧 他为人方正 倒不像修大哥这样赖皮 是 宋公子 阿牧 你怎么在这儿 我在等你 宋公子 我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我是不会回去与你成亲的 以你的相貌人品 不愁找不到妻子的 可我要你做我的妻子 宋伯伯 宋伯母只有你一个儿子 你身为人子 不在他们身边尽孝 却要在此地盘缓 合适吗 阿墨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完了 怎么选择 是你自己的事 宋公子 宋伯 告辞了 宋伯伯就值检查 宋伯 == 好 公主 公主 好疼啊 公主 你的命中受损 属下法力低位 无法治愈你 锦绣哥哥呢 快去召见锦绣哥哥 可是现在你 快去 公主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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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下这就去 大人 务必看护好公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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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雨那么大 它应该走了吧 它应该走 怎么这么傻 这么大鱼还站在这儿 还笑 你看 连天都帮你 进屋吧 你喝点姜汤吧 淋了雨 别染了风寒 多谢 你头发还湿着呢 你帮我擦吧 我 麻烦了 那你转过去 你转过去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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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漂流在水天一色的夜 我可以这样叫你吗 看月光 荡起层层一面 不许再赶我走 听见没有 夜 夜深了 你早点休息 我先走了 怎么回忽 我画一颗 惆怅两处歌 你送我月色却无从高楼 痛吧 倾盆而下 让月化作浪花去拍打 不敢沉默 你四生铁锅 漂泊于心的水光 为你洗成一生的苦涩 你再带我 我看你 这一生的苦润 你再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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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带我 走 我走 你再带我 你啊 怎么了 怎么了 可能是受了风寒了吧 你不是习武之人吗 怎么身体这么差 宋公子 我在你眼里有这么傻吗 我不知道你喜欢我什么 可能是可怜以前的我 也有可能是你我已定了亲 我却留休大哥住在此处 而让你心生不满 不论是因为什么 我都要回答你 我是不会随你回去的 吃饭吧 好嘞 慢走啊 月饼嘞 又甜又香的月饼 看看啊 快过中秋了 是啊姑娘 这没几日就是中秋了 这中秋啊 是一家团圆的日子 小店这月饼香甜可口 您买几块回去给父母尝尝 买几块吧 姑娘 既然喜欢怎么不买了 马上到中秋节了 香甜可口的月饼 你不会又要赶我走吧 我现在都不住你家了 住在镇上也不行啊 阿牧 你有点不讲道理啊 老板 好嘞 您慢走啊 送你的 可命啊 休大哥 不用了 要过中秋了 你不回家吗 我和你说过的 我 没有家人 回去了 又能和谁团聚呢 对不起 您要是真觉得愾咒的话 就陪我一起过中秋 好吗 现实 现实 果真是现实啊 现实在上 请受弟子一拜 你们认识 现实 弟子朱自在 是清风观第三十八代传人 最后在这灵山上 修习仙法三十多年了 平生夙愿 就是修习成现实这样 斩妖除邪除慕未到的神仙 修仙不得要领 还怕现实 点化弟子一二 是 认错人了 我们走 现实 师父 师父 师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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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起来了 刚刚那俩师徒我见过 他们之前要抓小白 被我拦下了 你真的不认识他们 不认识 那他们为何要拦你啊 还要叫你仙师啊 孙大夫 孙大夫 你们来了 回去别忘了吃药 早晚各一次你的病还没好呢 知道了 这是什么 快躲起来 把门窗关下 快进去 师父 有妖怪 大妖怪 快走 师父你怎么不动啊 莫非 这是仙师给我们的考验 成人 三杯两盏树迎伤心头 泪清风向后 三言两语将时光倒流 一瞬间看透 一场欢喜一场空 可念不可求 满心无人动 爱不知可否 忘了留恋的时候 最不能回头 扑空的双手 无人回首 乱与幽幻守 若情的识情的拆脱 认死的是否 一着不舍 一生难得 为你忘记我 执行遇见 始终的想透 痴迷了太久 我用这一走 翻开心口 真实的血肉 多少次对境相拥 转眼又心送 将如几段弯 走成了湖泊 让回忆细衰成流 随我如春秋 梦里厮守 梦外无忧 绝望是怀想 你仍在身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